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朱佩兹 新闻一开始忙 带你来看 因为台湾疫情升温 大众运输工具趁着农历年前 推出了防疫的新规定 要特别提醒您 就从今天开始 包含是双铁 公路客运 航空等等 除了喝水 服药或是哺乳之外 全面都是禁止饮食 不过这当中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况 像如果是台铁的观光列车是例外 还有如果搭船里面有固定的餐饮区 以及在航空航班的部分 如果是国际或是两岸的航班 也都是例外 那么今天实行第一天状况如何 带您直习 午餐时间还没到 小朋友就已经拿起便当 坐在台铁大厅后车座位上 大块朵仪赶在上车前赶紧吃饱饱 因为二月一号台铁有新规定 其实现在搭乘台铁 你不只是要把口罩戴好 从二月一号开始列车上 也全面禁止仪式 随着台湾疫情拉警报 交通部宣布提升大众运输防疫规格 包括台铁高铁公路客运船舶 国内航线全面禁止饮食 围着最高开罚一万五千元 生理需求比如说服务药 还有饮水以外 还有就是说滴血糖以外 可是吃完以后要立刻把口罩戴起来 我是觉得防疫优先 虽然是有点麻烦 可是我觉得就 可是小baby如果要喝奶的话 那种可能就是 可以设置一个什么育婴室 什么之类的 对这样就比较好 多少还是有点不方便 但是就是防疫就比较重要 民众大多认为 规定符合防疫规范 也很愿意配合 只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疫情不再出现变化 让大家过个好年 华尔新闻 晚上当中间台湾报道